从第一点开始 第一点我们都是先去处理额断的对吧 这个额断要处理干净啊 然后我们是鼠鼻晾上的猫 我们是一定把挡着眼睛的 都剪了去啊 眼睛是完全裸露的啊 露出来的啊 你不露出来那行 盖着个眼和没剪不一样是吧 这都是宠物装很简单的 然后看眼睛上面这条线 你看剪的 把 曲线它是不行的 没办法 我们是剪成直线 要不就是弧线 不是m线都行 不能剪成这种三次不起的 没办法 这位置下大就容易变苦脸啊 我们用 然后弧把它圆上去 然后再看整个这个上下的这个形状啊 这是狗它本来就是一个长脸的 我们下巴是要给它剪的 尽量的短一些的 没有吧 是以鼻径的长度位置为标准 上侧等于下侧 对吧 那你看看你下侧为什么留这么多毛呀 对不对 下巴我们这样剪短一些啊 几乎所有的造型我们下巴都不会留很长 一个是影响造型的美观 再一个就是那个 吃饭喝水啥也不不对啊 所以是下巴 我们一般都剪短一些 好 这个头的最高点是在前二根的位置 头顶的中间啊 现在是整个是 后侧要高一些了 这样是不可爱的 一定要饱满啊 前侧 把重新把重心给它移到中间的位置上去啊 这位这最后你看今天我讲了 你明天剪这个滚的自己就得检查了 最后没办法 你看这样这个形 才算是做对了啊 做对以后我们再去细修啊 调节对称啊 去做细修 这现在是这次的长一些 你在大型的时候 开大型的时候 一定要大胆地挑他的毛啊 把他毛都挑出来 然后自己做 这期间明天都把它做好啊 价值够